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为什么手冷会脚冷呢 手冷脚冷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的一些运作呢 或者我们从手冷脚冷可以看出你身体的什么样子的一些迹象 我们今天同样再度请到了中医诊所院长 陈朝宗院长来到现场 欢迎 主持人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医师 为什么女生容易手冷脚冷 女生手冷脚冷的原因就是她本身体质上跟男生不太一样 一个每个月有来生育期 那就会造成一个贫血的情形 那另外呢 很多的女生呢 基本上她是比较喜欢维持比较纤细的身材 那脂肪垫比较薄 自然散热比较快 所以就会手冷脚冷 手冷脚冷 对 手冷脚冷可以看出来说跟我们的什么器官是相同的吗 其实手冷脚冷第一个是从心脏 因为主要是心脏血管 我们心脏会带动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运行 那血液的运转如果有问题 运送能量不足的话 手冷脚冷的情形会更加严重 那第二个呢 身体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调节 那我们脑部有散热中枢 如果说你这个太热了 那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发散了 就尽量用散热的方法 流汗的方式 如果能量不够 就尽量不要让我们的表面的神经血管 散化太多的热量 所以它有它一定的调节机制 如果说调节机制出了问题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位置体温 是 好 所以要请观众朋友来检测一下 你有没有以下的症状 第一个 你的体温是不是常在36.5度以下呢 36.5度是一个指标吗 其实我们现在耳温相很方便 那如果说我们的体温 如果都在36度以下 通常你的感觉上会比较冰冷 那因为所处的环境 跟你的饮食 或者跟你的体重 你可能都有关系 所以如果是体温都在36.5度以下 那代表你的体温是比较低的 所以可能手冷降温就会比较大 好 还有 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很难入睡 而且容易赖床 很难入睡 这个很容易赖床 是表示 这个胶感神经跟护胶感的调整不好 一赖床是觉得比较懒 比较没有活力 所以容易赖床 好 所以 手冷脚冷的人也比较容易难入睡 是不是 对 也容易赖床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脚很 尤其是秋冬的时候脚很冷 你觉得怎么睡都睡不着 然后穿上很暖的袜子之后脚暖了 好像就比较容易入睡 因为我们如果说散热太快 那身体会觉得比较冷的话 你睡得不安稳 要睡得安稳 通常我会建议 会怕你穿长袖的卫生衣裤睡觉 再吹冷气 温度低 但是现在就是说 你不要散热太快 因为睡太沉了 体温超到太快容易感冒 好 第三个就是 看看自己是不是总是肩膀痠痛 肩膀痠痛 这个就是跟贫血 或者跟我们身体的一个机能有关 因为我们寒丝之气 在身上如果有存在的话 是比较容易 肌肉痠痛 腰酸背痛 好 或者肌肤干燥 其实我们血液输送不好 因为到末端 那当然皮肤是比较容易干燥的 身理不顺 或者经常身理痛 因为身理不顺 或经常身理痛的女生 那通常是比较虚弱性的 那这种的情形的话 也容易手脚病人 洗完澡之后 如果发现手脚依然冰冷的话 表示你真的是冷底 就是说身体的一个身体的机能是比较虚弱 所以如果综合了这些症状 有几项以上 你大概就是冷底的 通常大概四项 四项以上 你就是冷底的 所以冷底就要做调理 那么在中医理论谈手脚冰冷的话呢 手脚冰冷有几种类型呢 其实手脚冰冷在中医的角度来讲 第一个就是阳气衰弱 阳气衰 就是身体就比较虚弱了 它是比较弱的 好像它这个火温度 它是比较低的 好像那个灶烧不起来了 所以阳气虚弱 阳气衰弱 没有活力 没有体力 就是我们身体上最重要的原动力是不足 所以这个叫阳气衰弱 它的症状呢 就是出现这样 这个没有活力 当然是容易疲劳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这个是女性朋友 或者是比较瘦弱的人 通常比较会有这个 比较瘦弱的人比较会有阳气衰弱 有阴气衰弱行吗 阴气它不会衰弱 阴气就是不足 阳它本来是要向外 阳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我们阴阳 其实阴阳它只是一个符号 阳就是我们的符号里面叫做plus 阴就是minus 那你说日月 日日大概是阳 阳康之气 阳是比较阴柔 这都是相对应的两个符号 那所以说的阳气 身体里面有阳气 那当然阴柔之气 阳气如果比较不够的 你这个阳气比较不够 就会产生左脚冰 所以也比较没有活力 比较没有动力 这个是阳气 阳气衰弱 还有第二种呢就是 寒气凝滞或者血虚洗 寒气凝滞就是我们身体 是没有活力 这是一行 另外一种是相对的阴气 如果太强 那就是会让寒气凝滞 那第二种是 血不足的 贫血的 或者气不足的 所以这个叫做寒气凝滞 跟血虚型 那寒气凝滞 那阳气呢就不能够什么 到达末端 所以这位手脚冰 那血虚呢就是运送的 血 血是一个运送的工具 所有的阳气 所有的气血 都要用血 去送到我们末端 它是这个 血这个 就像它这个 传递的戒指 那跟讲 就像个车夫一样 车夫不够 所以身体的阳气 都没办法送到末端 这个也是寒气凝滞 血虚型跟血虞型 有什么不同 虞呢 虞是不动 虞就是停滞 停滞 就像阻塞了 水沟 我们在运送的时候 因为凝滞 凝滞就说 这个可能太绵了 或者 这个 有脏东西在里面 所以它在推动的时候 阻力很大 就凝滞 好 还有一种就是 阳气欲阻型 阳气欲阻型 就是说 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阳气 这来叫正常生花之气 但是某些因素 会让它的阳气欲阻 可能就是气欲 就是我们的 好像就是身体的气管 比如说脾胃 或者是说像废气 它去抑制它 抑制它的一个向上生花之间 就叫做阳气 阳气欲阻型 把阴阳呢 那个沟通的不好 那这三种的这个体质 各需要多吃什么样子的饮食呢 其实我们阳气虚弱型 那就是单补气 很直接的 这个虚弱的 就直接补 补气 人参是最好的一个 人参 那当然就是说 你也可以用 像煮粥的方式 像人参须 煮一煮 那再把 应该是先煮米 米再加 这个人参须 那或者说 你用粉光参 也可以 但是实际上 如果阳气虚弱型 手脚冰冷 这个都是比较会偏向 所以有点比较 虚弱或者虚寒型 那这个你要用温的 要用石柱参 或者高力参 石柱参就指的就是 我们大陆东北 多产的吉林参 或者说韩国多产的 高力参 或者说人参须 其实也可以 但是说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 但是这样效率也并没有差很多 是 这些参 它们有什么不同 还是说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参本身就是 都是五家科的植物 但是都是对于身体 有几个作用 补气 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第二个 能够开心 抑制 开心 happy 能够让你心情变好 再来就能够增强 智力 智力 第三个就是说 它能够调节体质 就是说虚弱性体质 它是可以调节 那如果说你已经很阳刚了 或者是你身体已经属于这种比较强壮型的 再吃这个人参可以吗 不好 太过了 因为基本上就是身体要达到一个中和 是 一个中庸之道 你如果气或者热太旺 气太旺 那也会变成所谓的过动 你根本进不下来 体力太多 没办法发泄 进不下来 因为做也做不住 所以其实这种补气的 要看自己的体质 过也不及都要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中庸之道 最高境界 好的 所以这个阳气衰弱型就补 刚刚讲了 身内 那韩气凝制呢 韩气凝制就是像补血的 或者说比较温暖的 像肉桂当归 穿穹 这个都是 寒气凝制型的 最好的养生保健的一个中药 那如果说食物上 什么是比较好的 那我想 大部分的食物 我们在之前也谈过 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干瓶 干瓶 那就是它是 性方面都是比较中性的 吃太多也不会怎么样 当然就是说 你如果说是良具虚微型的 那你当然就是 冷的东西不能吃 大家都吃温的 热的东西 就会刚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在体质上我们分说 阴阳 料理 寒热 虚实 药材或者食材里面 其实也有它的性味 那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 有所谓的这个温热 的一个药性 那温热 那温热 刚好是可以调整 你含的就要用温的 或者热的食物 来做调整 比如说 寒气 有人问我说 吃麻辣锅好不好 我说如果说你是 寒气凝脂型的 吃点麻辣是无数 是还可以的 你胃肠 主要是你的胃能够 瘦得力 像有一个什么锅 这个有一家卖火锅了 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个香料 香味的 辛香料 放下去 做在一起 就是养生火锅 我说这个是有待讨论 为什么 如果杨聚凝脂 血须型的 对 就不适合了 这个是可以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说 身体是比较结实的 杨刚气很重的 这个是 吃了之后 可能会让它躁动不安的 OK 所以就是说 你要选择适当的 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吧 是 好 洋气育组型 洋气育组型就要用发散的 发散的 比如说像 薄荷 荒香味的东西 薄荷 紫苏 我们都香草 我们现在很多什么 这个很多的香草 对 这个都是可以针对 洋气育组型的 它是可以交通 我们阴阳的那些 食物或那些差异 是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如果从这个 T的理论来看的话 这个手脚冰冷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 马上回来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才我们从中医的理论来看 这个手脚冰冷有什么样子的类型 那么在西医的理论上面呢 手脚冰冷常见到的主因有哪些呢 手脚冰冷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脏 没办法把血液撞到身体的末上 我想这个也不是从西医 应该从生理学的角度 就是以现代医学的角度 没办法送到身体的末上 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个棒不够力了 送不到末上 当然这种是病态的 那像如果说有那种什么 半磨脱锤那一种 会不会比较容易 什么叫半磨脱锤 我们其实很多的 尤其是女性朋友 有半磨脱锤的问题 我解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 我们这个血呢 在水管里面运行 其实它需要一个推动的力量 那这个棒不够 我想大家都看过 那个有种叫做水泥压送车 而在建筑工地里面 有种它会产生 碰碰碰 水泥压送车就是把那个水泥 就是那个水泥 混泥土的车 不是一个像锅牛那混泥车 它把水泥卸到那个压送车上面 那个压送车 它利用一个压力 棒不够把它水泥往上灌 灌到高楼市 来做这个水泥浇灑的动作 那这样的水泥呢 压送车呢 如果说它的力量不够了 就没办法送得很高 那如果这个水泥棒不够它 因为在送上去的时候 它有个叶片会把它搅上去的时候 但是它有一个相反方向 因为力量是只有一次 它这里停住的时候呢 它的力量是往上冲 往下冲的 往后回冲的 其实我们听到那个心脏的声音呢 都是血液呢 送出去之后 它缓弹回来 冲在我们棒楼上的声音 正是我们听到那个心脏那个波动的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 那其实我们心脏棒膜脱水 就是我们在匕所的时候 在棒膜匕所的时候 它关不紧 所以它有漏血 就是送出去之后又会漏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是心脏棒膜要去做治疗 那严重当然就要更换 是更换那个棒膜 对了 有天然的 有天然的就是像猪的棒膜 后来有这个合成的 有金属的都有 是是是 那看心脏外科医师 怎么给你修理 是 OK 那心脏如果没有办法送到也会 那再来就是说 身体的血红素 或者红血球会偏低 那像 像有些像地中海型的 地中海型贫血的病人 或者这个人进行贫血 他这个血液运送的机能 比较不好 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 这个手脚病人 那血管有阻塞的情形 影响大脑神经 导致手脚病人 尤其是中年人到老年人 超过这个50岁的 这个这个人 不管男女 50岁还不能叫老人 60岁以上 或者65岁 才叫老人 那50岁以上的中年人 或者是老年人 他会有一种血管阻塞的情形 那因为年纪的关系 那个血管的那个弹性变差 那血液党固存 变着 他会有一种酸脂存在 他也会有一种阻塞的情形 但是他一个特征 他很容易变成 尤其是下肢的部分 会冰冷 而且会疼痛 我岳父就是这个情形 那浩花 以糖尿病的病人身上 肾脏病 糖尿病的病人身上 就会有这种情形 那第三个是 胶感神经出问题 他对身体 对肌肉遇到冷热无法 急就产生热的作用 无法遇寒 这是一般常见的主因 但实际上有好几种病 也会造成手脚病人的群众 什么样的病 第一个叫做 雷诺式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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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身体的一种 免疫性的疾病 它可能 有一种讲法 就是说 不该吃这个什么 阿斯匹林 这个特殊体质 吃到阿斯匹林之后 它就产生所谓的 雷诺式症候群 它的特征是 血液流不到末梢 血管 这个都会缩小或筋软 那让它的这个手脚 都是保持平衡 第二个呢 就是像 手足花肝症 就是它的末梢呢 这个送不到 就是手足花肝症 手足花肝症 花肝 就是这个肝是 蜜脂旁在一个肝草 所以手指都会变脂 这血液的运送是有问题 再一种叫做 网状清斑 结尾章还是血液运送的问题 运送不到 对 那这个是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 第一个就是 雷诺式症候 第二个就是血管 周边的血管阻塞 那第三个就是 手足花肝 第四个是 网状清斑 这几个疾病 都会造成 手脚冰冷的一个因素 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 一般的这个 生理现象来检视自己 然后再 请听 医生给我们比较 这个 完整的一些建议跟资讯 那么其实 有时候手脚冰冷 你也可以发现说 跟一些 疾病可能也有相关 例如 就刚刚我们讲 心血管疾病 对 可能也有相关 或者呼吸道疾病 其实呼吸道疾病 也会有 如果 比如说 散热 或者这些 有问题 他从我们身体的 比较虚弱 气喘病的病 他也会 像在 气喘发出的时候 他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在 他的呼吸系统 他的末梢 所以这个医生的 四周改善 手脚冰冷 这本书的 里头就有想到说 你觉得生病的元凶 就是内脏冰冷 生病的元凶 就是内脏冰冷 内脏冰冷就影响到 手脚冰冷 应该这样的解释 就是说 手脚冰冷的原因 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 五脏的一个虚弱 或者五脏的毛病 所以 手脚冰冷 还是跟我们的五脏 有密切关系 所以五脏要保护好 手脚就比较不会 所以你一定要调解 到底为什么 有手脚冰冷 要找出原因 是 好的 那什么样的人 比较容易 有可能的病障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心血管疾病的人 有高血压 低血压 高血脂 心脚痛 缺铁性的贫血 可能就会手脚冰冷 第一个就是 心血管疾病 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或者低血压 低血压的人比高血压 更容易手脚冰冷 但是高血压也有可能 因为主要是神经的调节 不稳定 它为了保护我们 身体的一个中枢 心脏跟脑 所以 它的末梢的血管就不好 那另外高血脂的人 它是会 血管方面出现了障碍 比如说高血脂 它也容易血管阻塞 那它当然就会 手脚冰冷 心脚痛 那就是我们的 血液血管系统 出现了问题 那缺点性贫血 那主要是血液的运送 这个媒介 我们的媒介 我们的身体的一个 媒介物质 像我们的血液 那里面主要是 红血血 那如果缺点性贫血 也能够造成 手脚冰冷 那另外呢 消化性溃疡 在中医里面呢 有一个病叫做 绝冷症 绝是那个症 绝就是 感觉的绝吗 绝类的绝 但是草字头 草字头不见了 不见 就是 绝冷症 绝冷症 绝冷症就是 四肢逆冷的意思 绝快没了 火好像要洗掉了 绝就快没了 绝冷症 四肢逆冷 四肢绝冷 那像我们 消化系统问题 尤其是消化性溃疡 这个还有分成 冷觉跟热觉 所以消化性的疾病 就会造成 那腹泻的人 因为它本身 残胃功能不好 那像该也会 那另外就是 密闹系统的问题 像肾脏 膀胱炎 也会 但是实际上 这个是比例上 比较少一点 那另外是 内昏蔽 代谢异常 这个也会造成 这些问题 那另外像 刚刚书也谈到的 像呼吸道 就像气喘 或者过敏 身体比较虚弱 就是说 它本身的原氧 炎气是比较不够的 很容易 产生这种 虚弱性的现象 那也会造成 这个四肢命能 所以医生 你有没有看这一个人 一看到他 你就觉得说 你可能手脚冰冷 手脚冰冷 有没有样子有些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体重 通常是比较轻的 比较轻的 刚刚就有些小朋友 这个 他说很瘦 他说 他的小朋友 有一个例子 他的小朋友说 如果手脚冰冷 那我就问他说 你在小朋友是不是很瘦 胖胖的小朋友 胖胖的小朋友 大概不会冷 我儿子的手心都很热 因为胖胖的 瘦瘦的小朋友 因为脂肪电比较少 所以他的热量的 散发特别快 所以才会比较冷 所以可以从体重 如果说像这种小朋友 从胃肠来做调理 增加体重 增加体重 那怎么增加 大家有个概念 这个概念 从来没有人提出 我第一个提出来 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讲 你多吃了6.4个便当的时候 一般我们买到的85块便当 不是85度虚 85块便当 你买到的85块便当 大概6.4个便当 多一公斤 因为那个大概在1200大卡 所以我们只要累积 7700大卡 我们就会 一公斤 我们库存了7700大卡 这个就会公斤 所以你如果说要变瘦一公斤 你尽量在你身体需要之内 排除了6.4个便当 你就会瘦一公斤 6.4个便当 对 就是早餐一个便当 午餐晚餐 那三个便当都不要吃 一整天啊 一整天啦 一整天 6.4个便当 但是如果以苏惟这样的体重的话 一天大概吃到1.4个到1.3个便当 对啊 就是说你一整天 就是一般我们的便当 你一天的量 大概控制在1.3到1.4个便当 但是如果说你吃的量 如果说能够少到更少 那就一天可能丢掉0.5个便当 或者0.6个便当 那累积了6.4个便当 所以太瘦的小朋友 你就鼓励他多吃 多吃 那我个人是建议 可以像多吃点 酸性的 酸性开胃 开胃的食物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吃什么 你知道吗 小朋友不吃完都吃梅子饼 送顶 送顶知道吗 是什么 送顶 送顶 用橙皮梅啊 橙皮梅或者橙皮 那做成了一个小丸子 是给小朋友 那传统的中奥房里面 现在比较 现在送顶 有人在做 但是那个教会都很高 有药場在做 但以前我们小时候 那个送顶就是 小朋友来 跟着大人到中奥房去 抓药的时候 这个柜台的老板 就会拿一些送顶 给小朋友当领嘴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去中奥房 这小朋友时代 第一个目的就是吃松脂 那一般 像家里有小朋友的 我们当家他们 就是营养不够啊 太瘦 希望医生可以开一点什么 开胃的 是 的这个处方 那通常你们的开胃处方里面 包含哪一些 其实开胃处方里面 它是第一个是 会用一个叫做 四菌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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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四五汤 跟四菌子汤是相对应 四五汤是补血条件的 四菌子汤是补气健脾的 那人参 白竹 芙苓 甘草 那通常我们还会在家 像山楂 麦芽 神曲 山楂 为什么 酸了 我闻到 酸楂 我嘴巴都酸起来了 麦芽 其实麦芽是什么 麦芽是削骨鸡的 麦芽 再来是神曲 神曲就是酵素 很多的中药材把它 这个根据配方法做起来 把它配起来之后 把它让它发酵 就是埋在那个什么 埋在那个 它有加一些菌 菌类的 放在那个火堆里面 放在那个火堆 就是烤过了我们的火炉 用过之后 那不是有一些碳吗 雨火 雨温去 那么它就产生化酵作用 其实就是现在的 很多的消化酵素 这传统的做法 就叫做神曲 神曲 就是酵素 大驱久的驱 我们知道大驱久那个字 就是神曲 这个就是说 它会促进食欲 那另外叫感染 感染也很好 咸感染 咸感染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 这都是很好的 开胃的 对 促进食欲 它就会撞起来了 是 好的 所以让我们身体 稍微脂肪多一点 也比较不会有 手冷脚冷的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正好 谢谢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刚刚谈论了一个首脑病人可能有的疾病征兆 包括了心血管的系统 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 内分泌跟代谢异常 还有呼吸系统 我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是吃太好还怎么样 很多人有痛风的状况 痛风是跟内分泌有关吗 其实痛风是一个身体上新陈代谢出现的异常 怎么意思呢 其实痛风它本身身体本来就会产生尿酸 就是说身体会产生尿酸炎 但是在某一个情境下 就是说身体的体质改变以后 这个尿酸炎制造的特别多了 我们本来都会有是不是 对 但是 只是它会代谢掉 其实基本上它是个身体代谢的废物 这个废物本来就是因为你有喝水 所以尿酸炎就被排出来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这个激转有点改变了 这个废物制造太多了 就排不出去 排不出去 身体就排不出去 就堆积 堆积在沉淀 结晶 这个是痛风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所以有时候你说那我是不是痛风的人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其实那个是体质的改变 不是说我不吃这个就可以解决 或者说我吃这个正常的人吃这个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体质的有点改变 那体质它可以再把它调回来吗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是说你当然第一个人要避免再发作啊 你如果说有知道这个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吃了一些高普林类的食物 那当然就容易再复发 比如像大量的肉汁啊 大量的海鲜啊 海鲜啊 这些都是普林 酒 酒是酒的说法是 有两派说法 有一派说是不影响 有喝的时候不影响 我还听过说喝某一排的啤酒 不会有影响 表示是那家 是那个厂商 厂商说的 所以有两派说啊 爱喝的时候没影响 不喝的时候有影响 但一般痛风如果要到中医诊所去 这个治疗的话 治疗的话 你们通常会给它们什么样子 其实痛风的药 我们第一个阶段是 还是要给它这个消炎止痛 因为消炎止痛是一个非常 尤其像急性的关键 其实我们对急性的关键 我们还是先让它消炎止痛吧 那消炎止痛之后才来改善它的体质 消除痛风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因为痛得不得了 对 就是让它先不痛 那第二个的建议一定要多喝水 因为水才能够把它的尿酸炎带走 中药里面止痛药其实 不逊色于西医 很多说中药 中药里面的止痛药是什么啊 中药的一个止痛药里面 像一些驱风药都可以做 那我个人是喜欢 常用一个叫做 穿穹茶条散 那对于关节的疼痛 肌肉骨骼疼痛 头痛 还蛮有帮忙的 不过是说这个你还是要 成药是有啦 不过是 因为那个药量它是用多少 你还是请教专业医师 是是是 现在产生痛了嘛 对 你就是不是保养 就是治疗 就是找医师帮你看一下 对 那当然尤其是传统的方法 上中下通用通风丸 或者当归点弄到 很多医生都在使用 不过就是说 对通风的治疗 中药是很有效的 但是就是说你要 要多喝水 让水分带走 你的这个尿酸炎 所以只能代谢异常的 就是要我们提升 自己的代谢的能力 对 所以运动也是很重要啦 其实 多喝水 对 都很重要 好 那还有一种 内分泌跟代谢就是 不是太瘦就是太胖嘛 但我们讲到太瘦的 你可能就是脂肪不够 然后容易手冷脚了 那太胖的 肥胖症 代谢异常也会有肥胖的问题 肥胖的人 肥胖的人 重的人 他会手脚病人的机会 是比较少 比较少 但并不是没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水肿人 水肿 就他不是真的胖 对 大部分都是水肿 那为什么呢 因为心脏会带动 这个 我们身体的循环 那因为 水肿的病人 很多是因为 心脏病引起 所以你看他是很重 好像是看起来是肥胖 但实际上 是水肿 像肾脏病的病人也会 肾脏病 他因为水分 出现了 代谢出现了问题 所以就很胖 所以 他其实是水分的问题 所以真的肥胖的人 基本上是 不太会的 但是 除非他是水肿 水肿是 他就 假胖 假胖 然后就把那个水 尽量能够让他 就是水分排出来 对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 收人交人的状况 更年期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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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但是一般大部分的 这个 更年综合症 都有潮热的情节 但是这个潮热 就是他对热的感觉是 一阵冷 一阵热 很敏感的 一阵冷 那会流汗 我母亲就这样子 他更年期 他觉得 好像更年期障碍 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都是一阵热 一阵冷 对 就是你不能开冷气 但是你不开冷气 又觉得好热 一开你就觉得好冷 但是实际上 很多人 我们在临床上 接触很多的病 出现的问题都说 我已经就是多了 为什么还有更年期 对 很多人是不了解 其实在女性 在生育年龄 她的女性荷尔蒙 是更年期时间的十倍 就是说她进入更年期之后 她的女性荷尔蒙 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 好 进入老年期之后 就是更年期过了就老年期了 进入老年期之后 她的荷尔蒙还是很低 女性荷尔蒙还是很低 所以这一些女性的这些症状 比如皮肤皱纹 或者有些潮热 或者有一些手脚冰人 骨质疏忠 情绪环兆 如果说她的荷尔蒙 还没有稳定的时候 还是会出现更年期的症状 其实是到了60 是 挺新的已经很多年了 是 所以可以用食补跟药膳补 像这种的一个条理的话 是可以用很多的 就是说你要了解到原因是什么 那再来用 适当的一个食料食谱 那当然如果说 你像更年期的部分 你就要多些补肾的 补肾的食物 像核桃 核桃 叫做核桃 山药 这个都是一个所谓 比较补肾的 是 然后因为山药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 荷蒙的前驱物 DHEA DHEA 对 它就会前驱物 那那个豆类呢 豆浆豆腐这一些 其实豆浆豆腐这些 它里面因为豆腐里面 还有很多的 大豆义黄酮 义黄酮类 那黄酮类它本身 也是一个抗氧化 也是一个荷蒙的 一个全其物质 但是也可以用 不过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因素 而造成的一个 内分泌食调 那当然就是要特别的 这个 找对原因的 来做调理的 效果会比较好 会更好 那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 现在糖尿病患者 越来越多了 已经变成一种文明病了 糖尿病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 末梢的循环不好 末梢循环不好 因为糖尿病最重要的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它血管 心脏血管 会坏掉 心脏血管 因为 长期的 浸在血液里面 所以心脏血管 会什么 会 被糖化 其实我们有个检查 叫做糖化血色素 那我们叫做HbA1c 那怎么看 就是说 它是检查我们 红血球被 糖破坏的情形 这个说 其实我们 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 它一段时间 会被吸收 在制造 但是如果因为 长期的浸泡在 高糖分里面 那个红血球会受损 我们去判断 它的一个情形 所以 糖尿病会受到 伤到血管 或我们的血液 第二个 它会伤到神经 糖尿病也会伤到神经 我们神经 如果 长期的 泡在糖里面 它的 神就软掉了 就变质 第三个就是 眼底的血管 也是常见的 所以糖尿病 最后都出现 三个问题 心脏的问题 第二个是 肾脏的问题 第三个是 血管的问题 那血管的问题 都在哪里 都在脚 节肢 对 或者我们的什么 眼底的血管 有的时候会失明 对 肾脏基底摩细胞 被破坏了 方面肾脏病 糖尿病的病 很多都会慢慢的一步 走入洗肾 我呼吸也是这样 对 那 先糖尿病很久 之后就 洗肾 洗肾就 回去了 我想这个是 是那个过程 所以 你的糖尿病 你要把它维持的 状态 要控制住 对 维持得好一点 是 可以 移养天年 不要走入 那一段去 是 所以糖尿病需要很大的 这个毅力 对不对 你要去知道 这个事情的严重 不要 疏忽说 我就不管了 我就有糖尿病 我就不管了 我的遗传 我们老公这样 我阿嬷这样 我爸爸这样 那我也 那不行 公子里面有很多的要素 例如说你 体重要适当 是 饮食不爆充 对 要维持良好的体力 不要熬夜 这个是最重要 是 然后有一些 生糖的食物 也不要再多吃了 就是说你在饮食上 第一个就是不要爆充 对 不要暴饮暴食 就是说你这个 暴饮暴食会造成 我曾经有个病人 也算是亲戚的 本来他控制得很好 去了日本 很高兴 超高兴的 有水蜜糖 哇 超好吃的 是 结果糖尿病就 复发 买很多 因为不能带回来 对 在那边猛吃 猛吃 买了一盒 每天吃两三个 对不对 大概一盒 大概是七八个吧 每吃两三天 就吃掉一盒掉了 就糖尿病 那糖温很高 所以他升糖 其实有时候会很快 就升上来了 对 再来就说 糖尿病控制不好 马上肾脏会坏掉 马上肾脏会坏掉 没多久 洗肾又没有很认真 就冬奥西腰 最后就病化住院 半血症 哇 所以糖尿病 真的如果真的 对他这个 没有很谨慎 去看待他的话 所以你要很小心 很危险的 像这样的例子 我又碰到一个 一个病患 本来是很好 结果脚受伤了 早上去运动 过马路不小心了 结果去 去这个 脚受伤就送医院了 嗯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昆迷啊 什么 就打了一个 像急性的 像肋固醇 这样的书型 嗯 结果变成 糖尿病 嗯 因为会有诱花 那可能不是医生的问题 可能就是患者 他本身照顾的问题 是 后来 脚就什么 拇指啊 血管不通 末梢血管不通 坏死 脚痛啊 脚痛的要命啊 看起来 一般我们如果说是 年纪大的人 做无神经痛 嗯 单侧 它不会两侧 它是两侧都痛 嗯 很纳闷 后来摸他的手脚啊 就冰冷了 哦 而且这个冰冷的 血液根本上不来 这个哦 这个脚的样子啊 嗯 还长得有点透明 就是说 那个末梢的部分啊 嗯 有点亮亮的 有点透明的一样 对啊 好像上面上了一层 那个蜡一样 亮光漆 哎 一层蜡一样 嗯 就有点像那个 白玉的吧 嗯 因为玉啊 白玉 我们看 哦 这个 那个上面像 脚最末端的 有点透明的 摸起来冷冷的 嗯 嗯 血管阻塞 是 到最后 也不清楚 嗯 结果 就被 这个拇指就被剪掉了 哇 因为伤口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 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手脚病人 我们有几个这个呼吁 是 当然就是说 第一个 也不要太恐啊 对 我们 我把它讲的 哦 手脚病人 赶快哦 我把它讲的严重 我先把它讲的严重 我想 最重要你要发现 你手脚病人 就 赶快找医生 是 那再来就是说 你那个血管 或者维持血管的品质 最好你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生活上要特别注意 尤其吃东西的时候 太油腻的东西是要 少吃 少吃 控制什么 这个不要 就是容易党固醇 什么高的食物 就是有一些高热量 就是像那个海鲜的 那个都要四度 因为吃太多东西 三高又煮菜血管 第三个 要避免二手烟的环境 哦 因为其实 自己抽烟也要戒掉 那注意就是不要有糖尿病 饮食上那不要太血 是 好 我们稍后回来来告诉观众朋友 怎么样去除手脚冰冷 有一些简单的健康操 要教导各位观众朋友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手脚冰冷 也跟我们的睡姿 或者是平常的姿势有关系 那有些人特别会这个 肩膀酸痛啦 腰酸背痛之类的 那尤其是有一些上班族啦 或者是宅男宅女 每天在电脑前面 盯着电脑 然后同一个姿势 就会造成这个 可能是血液循环的问题 手脚就会 冰冷 那我想这个 因为活动量不够 那个血液没办法送到 我们的肢体的末端 那其实可以利用 运动的方式来改善 那我想就介绍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手脚冰冷的一个体操 那这个体操其实只有 三个动作而已 好 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做了 好 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做 那当然就先坐右侧 当然再坐左侧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把双手呢 往上提 那双手握走 这个第一个动作 这是动作一 是 第二个动作呢 就身体往右侧弯 弯 弯 要慢慢的 不要闪到腰了 来 好 再回来 可以做个三次 一 二 三 好 那这个角度 看起来是有点小 那我们可以做大一点的话 就把你的右手 放下来 你的 左手 还是留在我们的头顶上 那我们再一次 一 二 三 这样就回来了 那我们换左边 一 二 三 好 那我们左手放下去 一 停十秒 停十秒 OK 二 三 每次停十秒 我的时间过得比较快 是 没有十秒 好的 再慢慢的这样放下 放下来 这个是一个 让我们身体的肌肉 是 尤其是我们在上班的人 这样做一个运动 其实非常简单 是 你只要记住一个 就是你的双肘 双手要握住双肘 那大概这个动作 大概都可以做得到 是 好 所以颈尖肘的确是 很多人 很容易这个 酸痛或疼痛的地方 包括了上班族 或者是 有一些妈妈 也会觉得说 特别好像容易腰酸背痛 在您的 这个看诊的经验当中 很多的妇女会不会觉得说 我手冷脚冷 然后又并发着什么 酸痛 如果说是酸痛的部分 他们要考虑 是不是她一个姿势 太久了 休息不够 当然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 考虑变换动作 那当然像这种的运动 也可以来做 当然 刚刚这个动作 做着可以做 对 你站着也可以做 站着也可以做 你站着也可以做 一样的 那你就说 这个在做的时候 就是说你只要 记住 温和 稳定 持续 这个三个原则 左右 平衡 慢慢根据 自己的身体的一个 这个反应 来增加它的活动量 是 就会很 顺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 会很轻松 刚才我做了几下 我觉得身体还蛮舒缓的 蛮轻松的 已经热了起来 对 所以手脚冰冷 应该不算是一种病吧 它是一种症状 它是一种症状 对 那这个症状 那是你如果说能够 详细去了解 能不能改善这个症状 希望不要 这个 没有注意 你舒服的时候 让这个症状 变成一种疾病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 陈小宗医师 来到现场 告诉我们 怎么样避免 手冷 调冷的状况 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 都是 冷肺 我们今天运用一些 不管是食材 或者是说 我们运用一些运动 来希望观众朋友 可以让自己 检视下去的身体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都活络起来 今天非常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收看 也谢谢陈医师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